足工作而居的热潮正在台南发酵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有五成九的上班族向往移居台南 而台南除了有南科、绿能科技城之外 还有许多隐形冠军企业带动薪资成长 也成了吸引民众南漂的原因之一 那我们希望塑造一个将来很多年轻人的朋友 不管是南漂北漂 到最后都是要漂到台南 所以我们希望说很多的就业机会 很多的工作环境其实南部不仅天气好 而且民风淳朴 许多工作的不管是高科技或是服务业 都是蓬勃的发展 房价又相对的比较便宜 所以我想很多好朋友都欢迎来台南 欢迎来南部 台南企业求财若渴 台南市政府也与人力银行合作打造 台南产业线上真财专区 将提供多达8万7千多个工作机会 像是本身是台北人 育有两个小孩的李小姐 考虑台南物价房价相对低 加上要找到适合的工作比较容易 决定举家迁移到台南定居 大学的时候在台南念书 有在生活过四五年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跟台北的差异性蛮大的 古迹或者是自然的风景 然后居住空间也比较大 空气品质比较好 我们开辟了台南产业的线上真财 这样的一个活动 在这个活动当中超过了3400家的企业 在里头希望提供有8万7千个工作的机会 给年轻的这些朋友 那么另外一方面在这个职缺当中 超过4万元的就有2万5千名的职缺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 在人力银行调查中也发现 民众普遍认为台南有美食之都 物价低以及生活步调慢等三大优势 加上科技业大量真财 也让南漂成为民众勤工乐活的绝佳选择 记者领袭会台北报道 血压力学的绝佛 内区 四季 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